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,尽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,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,也不可能改变。 台湾不是,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所谓的主权独立国家。 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台湾民众的主流意愿,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,是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最大威胁。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,持续的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,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。 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继续的顽固事实颠倒黑白,变相的煽动仇中抗中愚弄台湾民众,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。